美国和日本公布新修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 新方针明确写入岛屿防卫的合作内容 也扩大双方军事合作 打破日本自卫队部署的地域限制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展美国访问行程的时刻 两国国防部长在纽约对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达成协议 根据新指导方针 日本可以在美国面对军事威胁时 在全球范围出兵协助美军 包括派遣扫雷艇到中东地区和防御弹道导弹 美日防卫指导方针上一次更新是在1997年 白宫也保证将捍卫日本领土完整 包括日方称为间隔诸岛 中方称为钓鱼岛的争议岛屿 有分析指新指导方针针对中国的意味浓烈 但是美国加以否认 新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有待美日首脑会晤时正式签署 中国对事态发展表示密切关注 我们坚定地认为美日同盟应该确保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的利益 应该确保地区的和平稳定 已经抵达华盛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日首脑会谈前参访了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 向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献上花圈 安倍也到位于白宫附近的林肯纪念堂 同奥巴马进行非正式会面 安倍和奥巴马定在当地时间28号上午在白宫举行首脑会谈 之后发表美日联合声明